年节将近各地过节气氛逐渐增温 由新竹市政府筹办的眷村文化节年菜好味道 2月3号将在京城一路三路路口的将军村停车场盛大执行 希望透过眷村美味佳肴 让民众感受年节的热闹氛围 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了 这个眷村妈妈味道的传承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我们因为我们希望说 这些年菜的菜肴 不但是老一辈子能够自己煮 那希望能够把这样美的手艺 也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呢能够也推散到我们各个市女朋友 这边能了解到怎么去学习 这些制作这样CF的菜肴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制作了 眷村料理美食的一个手册 让民众来索悦 那当然我们在2月3号活动当天的时候 我们除了会办理眷村的年菜料理的分享 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会制作了2000份的各式各类的 包括一些刀削面上海臭豆腐 夹起一点点冲菜放入嘴里咀嚼 嗆辣味觉直冲脑门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冲菜是传统眷村里可以看到的小点心 是利用菜心前端的嫩叶做的 嗆辣的特殊口味是眷村出生的一员中熟 因忘不了的眷村回忆 这个冲菜的缘由一开始源自于说我们家婆婆 那因为那时候在眷村里面 它的各方面的物资非常缺乏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眷村妈妈就穷则变 就把那市场人家不要的菜心的尾巴捡起来 然后就做成一道非常冲的一个菜 就是所谓的哇沙米的味道 也就是说凝聚整个眷村有眼泪 然后还有一些很难以忘怀的一些故事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在 我们在华夏京城搬过来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凝聚所有眷村的这些妈妈们 这些爸爸们留住这些眷村的老味道 尤其是唤醒我们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 然后沿袭这个这些眷村的美食 除了年菜饗宴之外 现场还有眷村饮食文化主题展 以及年菜料理教室 呈现眷村居民以及时序节庆的故事 让民众了解眷村饮食文化与节庆的关系 群聚欢庆年节等 开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